請問他家住哪裡啊? 來這裡 蛇尼 加尼蛇塔 結果他一直念錯名字 結果他火車一直坐坐坐到哪裡啊? 加爾各達 加爾各達也是印度喔 他一直以為他家住 但是那個加爾各達因為印度太大了 加爾各達因為很靠近孟加拉 所以他講的話是孟加拉語 後來他坐飛機飛到哪裡? 奧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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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回去自己決定 好 什麼叫做那個情節 電影裡面跟親子關係有關的故事是什麼 簡單寫到十個字就好 結局是什麼 你有什麼心得感想就是你的啟示 一本字 沒有啊 這都因為你要寫十四條欸 八條 十條欸 所以就寫簡單寫就好了 知道嗎 比如說親子關係在電影裡面有什麼 認真的同學 實際的同學他們說老師 電影裡面的親子關係有兩條線 有兩條欸 一條是什麼 一條是印度媽媽的 另外一條是澳洲的 所以他就分兩條出來寫了 他就寫說 澳洲的父母親領養了他們 結局是 他最後還是去找 印度的媽媽 心得是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就是說 對 你們覺得養小孩跟生小孩哪一個比較偉大 養小孩 為什麼養比較偉大 因為他等於就叫一個小孩 對 生就生出來 但是不養 所以有人就把小孩生出來之後 養他 其實是養育比生育偉大 所以就可以寫啊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 那個生小孩前要不要思考清楚 好 不要想到生了之後就不照顧小孩 好 這個就是情節 結局跟起事 來你會寫的舉手 好 老師已經幫你們印好了 好 請問是你們要幾個作業 三 請坐 請坐 老師要幫他學單 之後我們吃飯 好吃 吃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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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飯